各位全国投资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6月3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武汉共创双赢 节目一开始 我们今天先恭喜一下全国的会员朋友 在指数高档震荡 我们再度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盘装满手赚了就走的方式 再度帮助很多会员朋友 成功的多创造了一份薪水 多加了一份收入进来 那在疫情紧张的时刻 这个地方能够去帮助到投资朋友 这就是县隆老师最开心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是谁呢 应该还记得吧 前天6月1号我们锁定了航运股当中 这个2637的惠阳科 草盘先定价在67.7到67.5之间 先来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不过那天这地方 卖完之后到了10点47分 发现不大对哦 出现了两派大户多空对战 有人出但也有人在进 这种状况变数比较大了 现龙老师二话不说 当时市价67.9到68附近 把他买回来 宁可小赔大概七毛钱左右啦 也不要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有疑虑就收回资金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那也幸好 现龙老师有用心的帮大家看盘 因为那一天前天尾盘 贵阳科尾盘稍微拉上去 那昨天出了这个汉地拔冲 拉上了涨停板的价位 如果小赔不跑 哇就变重伤 就这个地方还难赚回来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发现不对 现收回资金 其实当时都还没碰到停损 我们的停损原本定在68.5 当时才67.968附近就买回来了 小赔个七毛钱 无伤大压 那但是也发现 昨天股价虽然拉上涨停板 但是呢 昨天的涨停 主要买盘观察到 又疑似来自于我们所说的 短线 也就是所谓的隔日冲的大户 那这些隔日冲大户就是喜欢 今天白档股票拉上去 锁住涨停板 啊锁住涨停呢 隔天开个高 通常都会有利多 有利多 散步看昨天涨停 今天又有这么大的利多 再冲上去 很多人就去追了 像今天就是这样的状况 昨天锁涨停 今天马上有个利多 经济日报写说 慧阳的营运看望 哇外资都在抢劲呢 但其实有在观察会发现 昨天的买牌是隔日冲大户为主 那当大家都在说 慧阳营运看望 那慧阳做什么 做散装航运 散装航运的运价 股价最主要要观察的是 BDI波罗地海指数 却发现 里巴尔已经连续6天在下跌了 而且是跌破了4月21号以来的新低 这代表其实 整个散装航运的景气 已经有出现反转高档 或反转的疑虑了 这种状况我都说过 反弹应该是要找卖点的 那当昨天股价 隔日冲大户锁住掌停 早盘开高一度出量又拉高 吸引散户抢劲又多的时候 如果你学过现龙老神技术分析 会发现这时候有大户 拉高反手出货的迹象出现了 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盘的吗 如果看到这里你会觉得 哇 昨天锁掌停 今天又汉地拔冲再拉上去 是不是这地方今天会再来一根啊 很多投资朋友就会在这一个时刻 跳进去做追加的动作 但是一追 哇 就惨了 因为今天可能就套在高点 可是现龙老师发现 隔日冲大户反手出货 所以你看到这是在当时9点24分 股价在80块附近 那我们当时9点24分发出的指令 建议会员朋友 今天快打当初标的 我们做短空2637的退扬 KY 短线基础面转弱 所以我们定价79.8到80元之间 80.2之间当时股价是80元嘛 对不对 我们定价建议大家79.8以上 先做卖出也先做一个短空的动作 停损的定下来 放在81块半的价位 那后来呢 你看到就从这地方发出 指令80块附近卖出之后呢 成功的卖在高点 接下来慢慢的震荡 走低震荡震荡 到了这个10点半左右 哇 甚至一波的急杀 杀到翻黑下去 最低跌到76.5耶 那我们这地方今天不贪心 当时10点39分 来到76.7 我们建议大家 可以在76.8以下 把它买回来了啦 那这个部分 早盘卖在79.8以上 76.8以下来做买回 今天又是一个3块钱以上的价差 可以文文的放在口袋里来 假设今天100万 同样做个15张 前天我们小赔7毛钱 大概1万左右 今天同样做个15张 一口气就是赚了4万5回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就是我跟大家在昨天所讲的 做股票的一个操作 稳赚不赔 那是不可能的神话 但重点一个操盘考手 有看对有看错 看错的时候 像前天我们小赔7毛 马上就跑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的时候 今天一口气赚个3块钱 同样做个15张 是礼拜二赔个1万给他 今天赚个4万5回来 两天加一加 哇加一大赚3万5 对不对 这样长期下来 再搭配我所说的 一个当冲的赢家 四大要素 资金控管做好 然后呢 这里量力而为 合理操作之下 记得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并且在预期风险 报酬能够大于风险 赚有机会赚大的 赔顶多赔小的 赚有机会赚多的 赔顶多赔小的 这样的条件之下 才来做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 盐控风险 绝保单 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长期下来 这才有机会 能够最后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个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这样的方式 持续在执行之中 那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从5月3号到今天 6月3号 刚好一个月左右时间 对不对 这当中 当然不可能稳赚不赔啦 我们总共统计一下 大概是12剩6副左右 那盈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重点是你看到 累积投报率 赔都赔小的 这个赚有机会就赚大的 有时候也赚小的 盈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积投报率 这个月左右来到26.8% 等于这个月大盘指数的部分是成这个上冲下行 先狂杀2500点 又急谈了2000点上去 可是对我们的当冲来讲 我们就不用太在意 稳稳的这地方利用当冲 这个巨杀成塔累积财富 26.8%的一个投报率 代表说 每一档假设用这个100万上下来做操作的话 这个月下来 很多人已经帮自己加薪的各十百千万十万 加薪的六位数以上了 好 很多行业都可能被迫停业 很多人收入都受到了影响之下 现龙老师能够利用快打档充作战的方式 为大家来做加薪 多创造一些收入 来共体时间度过这个难关 这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 当然多多欢迎投资朋友 如果认同我们的理念 做股票操作就是这样子 万一看错小赔就跑 看对有机会赚大的 那这样长期下来 也想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多创造一份收入的 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操作当中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来谈到盘式的一个发展 好 那这大盘指数的部分 当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最近的指数已经反弹到 一万七千三百点左右 今天最高来到一七三一一的位置 那当然很多人在问 那大盘有没有机会这样 一路的往上冲上去 突破一七七零九 上个月高点来到一万八以上 这个部分不会这么说 当然关键还是在我们所说的台积电 如果台积电股价这两天来到六百块 那高档震荡盘旋之后 外思买盘能够正式的鬼龙 让他站上六子头 那当然这地方再搭配的带动大盘 连续五千亿的多方攻击量出现 那我认为指数的部分 这两个条件出现的时候 就有机会往上突破一七七零九 一万八都有机会继续的来 但是以目前的结构上来看的话 因为外资似乎这个第一季 在一个高档六百多块的时候 卖了超过这个五十万张的台积电 那台积电当时外资卖了五十万张 在六百多块 大概平均六百一啦 对不对 人家觉得到这个地方已经赚够了 没有足够的诱因来吸引他的情况之下 不会轻易的买回来 所以当台积电又来到六次头的时候 这时候当然外资更不愿意在这里来做追价 所以台积电会先卡在这里 那这时候呢 再加上大盘指数 之前从一七七零九的一个高点 一波的一个瞎杀 杀下来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地方 最近也都呈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那也涨到了一七三一一 但是就时间结构来看会发现 之前下跌 好像是这个跌了十二天 现在反弹大概涨了十三天 时间也已经超过了下跌的幅度 但却没有过左边这个一七七零九高点 所以懂技术分析 如果看得懂时间结构的 会知道 这个接下来很容易 整个盘势又轮到空翻空盘了 那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台积电反弹 没有能够去过前高 它还是持续在我们之前所说的 下降轨道的范围之内 那指数就有可能再度的拉回 做一个中期整理 这个三到五个月 我认为目前这个可能性还是最高的 当然万一啦 通膨的压力 挖压垮了美股的一个泡沫 那台北股市 当然可能在疫情影响结束之后呢 受到美股的波及 到时候再上一波 最坏十年线的一个这个低点 我们都讲过 是中期回大台股的满足点 会不会来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说最坏状况 这个可能性还有 只是目前几率比较没有那么高 那为什么要这样分析 我们其实都提醒大家 做股票 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什么叫预设立场 就是很多 这个做股票做久了 大家我们分析师都常常说 如果我要看多 我每天都可以找出 这个各种不同的理由 来支持我 这个行情会继续涨 如果我看空 我每天也同样可以找到十个理由 来这地方支持这个行情要下跌 如果有预设立场 再来找理由 其实都很容易 但是这样对操作来讲 有意义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会提醒大家 孙子兵法说 用兵之法 降寿命于君 何君俱众 事故智者之律 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勿可信也 杂于害而患可结也 股市如战场 这意思就是 我们做股票这地方 不要去预设立场 要仔细的评估 利害得失 再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这个才能够稳踪求胜 就像上个月 大盘涨到17000多点 我也跟大家讲过 关键的4月 持数还是有机会继续再上 但是就整个时间结构上来看 接下来就要很小心哦 小心说危机的5月 在接下来 做梦结束之后 财报客戦公婆 嘎完空头后 很有可能会怎样 反手沙多头 所以提醒5月份 会有一波沙多头的走势 果然狂跌2500点 那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子 建议大家 看准的盘式 不要贸然出手 那有机会再来出急 等到这个狂跌 2500点下来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在这地方 当大盘跌了2500点 台积电跌到518块那天 短线并量反弹了 中期回答台积电 我认为也有机会达到满足点 只要国际5次 不要股灾突现 这个台积电 你再500出头来买进 其实风险很低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们这里稍微要停看停一下了 因为就时间结构上来看 很容易转转为空翻空谈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我们不预设立场 我们谋定而后动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那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内容是这样 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一定是高枕无忧 也就是我们盘中满手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有赚钱机会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握 但有赚没赚 一个关键 我们盘后一定都是保持空手 这样子美股大涨完 哪一天会不会被空通膨压垮 突然暴跌下去 我们完全不担心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稳稳的 把获利放在口袋 这样才能够有生活品质 像今天跟着建隆老师 做一趟2637的会养KY 对不对 这个顺利的赚个三块价差 早盘79.8以上卖 76.8以下买回 三块价差 做个15张就好 100万左右 对不对 稳稳的今天加薪的四万五 虽然说不能够去逛街 不能够去喝下午茶 但是 在这个疫情紧张的时刻 很多人受到收入受到影响 我们却可以利用当冲作战 维持住生活品质 甚至过得更长 对不对 晚上还睡得饱饱的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而且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低 五月份大盘狂跌2500点 再反弹2000点 我们都是这地方稳稳的操作 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这样子在盘后空手之下 避免了股票万一跌下去 哇 严重讨劳 重伤大赔 我们都不会用盘后空手 也会放空 哇 一个反弹上来又被嘎到 也不会 我们把风险帮你降到最低最低 资金还可以灵活运用 钱放在别的地方 生更多利息之下 快速累积财富 天天来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让你高 高枕无忧 当然我知道 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讲 可能做当冲 一方面 没有时间看盘 或是现在有时间了 很多人待在家里 却看不懂 哇 到底今天该先买还是先卖 要买 买谁 要卖 卖谁 抓不准 只知道现在大涨了 才去追 一追 运气好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 运气不好 哇 去重伤赔个几万块 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县荣老师 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那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跟你想象不一样 不是每天 这地方要杀进杀出几十趟 也不是避减金 看到股价 谁在大单挤拉 就去追高 想要赚个几百一两千的 满菜钱而已 不是 而是每天仔细观察盘式 决定好多空之后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攻击盘 我们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整理盘 我们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确认转折时 果断出手 重点是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的动作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我们有攻击机会 像上礼拜五 我们做南电 跟着讲 这是礼拜一 我们做南电 南电大盘 出现攻击讯号 我们也发现南电 早盘 开盘 开高 拉回洗完盘 又有个空之后 有大户洗盘后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就建议会模短多 对不对 你看到这是当时 5月31号 建议会员朋友 8046的南电 短线技术面 转强讯号出现 那当时股价在 324.5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 325以下 到324之间 先做马进 停损定好 1319 目标也定下来 那后来股价呢 就从324.5 325左右 开始一路的拉升上去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11点半左右 建议大家 332.5以上卖出 后来高点还来到335 哇 顺利的目标达正 我们至少这个地方 这个332.5以上 顺利卖掉的话 至少都是 7块半以上的价差 100万做个四张就好 那天也是很多人 帮自己加个新的 3万以上啊 对不对 这是攻击盘 我们做短多 那今天大盘整理 而且量缩 我们就建议大家 看看哪些股票 大户拉高上去 再反手出 发现了 慧阳 昨天大户所长停 今天拉高 反手出货 我们一早就建议大家 79.8以上来做卖出 当时股价的80元 卖到之后 你看一路的下傻翻黑 我们76.8以下买回 又是3块加差 100万做个15张 那今天很多人 又帮自己加新的4万5啊 所以你看 大盘震荡整理 多空我们灵活操作 都有赚钱机会 那万一看错 像前天我们同样做会扬 不对 有疑虑了 我们就小赔 几毛钱给他 不要让大赔发生 对不对 这样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我们就是这样的方式 过去从这个月 5月3号到今天 6月3号为止 累计下来 这个12胜6负走月的一个成绩 赢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你看到 这个北极投包率 来到26.8% 每一档 假设100万左右来做操作 很多人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已经帮自己加新个 各十百千万十万 加新个六位数以上 你会看到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对不对 当然我要再强调 现荣老师 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赚 那就要不可能的神话 但我给你别人没有的 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 现荣老师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 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带你出 绝对没有那种 看对冲掉 看错改放波段 其实是在凹单 我们绝对不凹单 当天进就是一定 当天出 就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第二个 我们不会带你杀进杀出 其实他 也不会带你做一大堆 报了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杯标 我们每天最多就只有 两档当冲股 像最近其实都只有一档 今天也只有一档2637的 会养KY 没有更多了 那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也就是所有会员 收到的当冲股 今天都是KY 这个会养KY 没有别的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就是如果有投资朋友说 老师我今天收到的 不是会养KY 是别的股票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就是要给大家 100%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用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好这个 这个 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我只求认同 县荣老师理念大 如果你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 利用快打当冲 做这样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 认同县荣老师 看错 顶多小培就跑 看对 有机会赚大的回来 那这样的操作策略 如果你认同 缘分到了 我们都欢迎大家 来找我们 一起征服武汉 共创双赢 那尤其在疫情 严峻的时刻 如果你的收入 也受到了影响 也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今天加入 都还是有不错的优惠给大家 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 由康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 好看 我都在家了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 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宝 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龙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 当然很多投资宝都说 真的 现在疫情紧张之下 能够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也有投资宝说 哎呀 好后悔 后悔什么呢 后悔说 还记得 一个多月前 指数这地方 涨到17000多点的时候 那时候现龙老师 一直在节目当中 提醒大家小心 关键的4月 再创新高上去 接下来危机的5月 就会反手下杀 那一定要这地方特别留意 结果有特斯宝说 当时 犹豫不决 这地方 手上爆了一堆股票 本来小赔 舍不得出啊 后来 哇行情反转极下 手上股票一档档严重套牢变成重伤 就算最近指数反弹上去 看看当时套牢的股票 也都还没有能够解套 还套得很深啊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后悔 没有听现龙老师的 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操作方式 反而受到了重伤 赔到了钱 那想问说 现在开始做当冲 来不来得及 那我会这么说啦 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 记得 这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 而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长江就是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 他一个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最后都是怎样 都是呈现了一个 犹豫不决当中 你的损失可能越来越多 犹豫不决当中 你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 所以面对这种状况 我只会提醒投资朋友 记得一件事情 在这里 这个千里之情始于足下 如果你过去犹豫不决 因此错过了赚钱机会 因此让你的损失扩大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就从现在开始 就从现在开始 拿出行动 才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跟着现龙老师 一起来采取快打当中作战的一个方式 来稳中求胜 现在加入 永远都不迟了 所以这个行情再提醒大家一次 当大盘指数的部分 目前反弹这地方已经13天 却未能过17709前波高点之时 时间结构已经在接下来轮回到我们所说的空方空盘的结构了 如果台积电能够过6字头 能够连续出现5000多方攻击量 那当然还有机会 不然这个大盘很有可能至少再拉回来一次整理 然后接下来是个大箱形震荡 这种状况我们操作都不要去预设立场 谋定而后动 当然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中作战 这才是投资朋友 我们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也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快打当中作战内容是这样 我们每天这地方会提供大家最多两档当中股给你 所以我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的 也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我们会清楚地告诉你今天要先买 还是今天要先卖 会清楚地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丢了一档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去追价 叫你去帮别人抬价 不是哦 我们清楚地把价位都订给大家 而且都预设好停损 严格控制风险 万一看错小赔就跑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到了假 简讯通知你 没时间看盘 然后十方便看 重点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你看会洋KY 前天我们小赔个七毛钱左右 赶快就跑了 有疑虑就收回资金 不要让大赔发生 那今天同样会洋KY 早盘79.8以上做个短空 那后来杀下去76.8以下 这个翻黑的时候来做买回 你看到一股作气 哇就是这个三块以上的价差 看错顶多小赔 赚就赚个大的 今天十五张 很多人帮自己用十五张 赚了四万五的薪水回来呀 对不对 不止今天赚 之前这地方 这个南店也赚 这地方 包括了新光刚也赚 包括了这个 你看到一档一档 这个中红也赚 这个 再来看到 包括了这个 金豪科四连胜 慧阳KY上礼拜也赚 小的五连胜 然后这个 看到台药 升级股的台药 上礼拜六连胜 然后礼拜一 我们再做一次南店 七连胜 你看到就是这样 万一看错 小赔就跑 看对有机会赚大的 再搭配高命中率 长期下来 自然就有机会成为赢家 让你能够利用当冲作战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让你能够在这地方 维持生活品质 甚至提升全家人的生活品质 甚至深陷你人生的很多梦想 但是记得不要犹豫不止 千里之情属于足下 就从现代拿出行动 指名加入 给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能明 auchього overcome 绝对 Florida 优优独立做法